在中国大陆无论是什么网站上还是论坛上 有关台湾的话题 只要观点倾向于大陆各项指标领先台湾 基本都能报文 而且跟帖的速度和时间的跨度 都是台湾人无法想象的 小周要是抓住这个点是不是能大赚呢 显然我不会自欺欺人 在某家论坛上一个人问 这几年台湾的发展怎么样了呢 看似很平常的问题 下面的回答不但劲爆而且热度不减 这个帖子其实是去年发的 但现在仍然在推送给很多人 小周也不例外 我一个小号竟然经常被推送台湾的话题 这是为什么呢 背后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唱衰台湾 追求流量增加国民的信心 我们先来看一下回答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是如何怼回去的 其中一位网友写了长篇大论 文笔很一般 但能迎合一部分经常上网 但又没有独立思考的人 他唱衰台湾的论调主要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台湾在吃老本 停水停电严重 停水是因为水库轻于不利 缺电是人祸 第二是铁路事故频发 第三是疫情导致经济下滑 特别是讲疫情挺搞笑的 我给他总结一下 大体意思是疫苗缺 民进党不作为 不引进大陆疫苗 导致台湾同胞接种率不高 当然这应该是以前的论调了 第四是这两年 台湾电子类产品和光学 几斤米一气出口增长 其他行业大多都下跌 趋向于单一行业风险加大 所有的文章重新编辑于 2022年4月1日 数不尽的评论中 什么观点都有 看得我两眼莫活 小周性情中人 虽然出生在中国大陆 是彻彻底底的大陆人 但我脑子里是清醒的 我不想骂人 我是这样回答的 不要人云亦云 台湾增长率不错 6.28 人均3.38万美元 自己生活和收入 先超过人家再说吧 应该说很温和了 但就是这种观点 没有多久就会把我拉黑 所以我这种人 在他们眼中就属于另类 就属于台吹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回答 你是台湾人 还是经常在台湾生活 台湾的人均收入很高吗 房价很低吗 住着铁皮屋 小机车 你不知道吗 破破烂烂的城市 医岛的收入 只有深圳的一半 台湾吹嘘的医保自费率 多少你知道吗 遍地皆有 都是造谣吗 承认GDP造假很难吗 承认缺水缺电 缺疫苗很难吗 全方位的差 铁一般的事实 是糊弄不过去的 虽然他不是怼的我 因为我在做节目前 刚流的眼还没人回复 但这种观点实在太多了 我是这样想的 不管什么论坛 什么网站 只要说的不是属实的 一味的带节奏的 我就要回复 虽然自己也会怼的生气 但乐此不疲啊 因为本身自己就是做节目的 唇枪舌战 还是家常便饭的 唱衰台湾的 我都要留言怼回去 当然太不靠谱的 我就不说话了 因为有些留言 您就当个笑话看看 也别太当真 比如这位网友说 台湾的经济数据 连标点符号都是假的 请评论区的 为湾发言的各位解释一下 台湾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仅为约13% 而美国是31% 欧盟是41% 韩国是29% 我国是28% 连越南都有26% 为何比台湾富或穷的地方 比例都远远高于台湾地区呢 台湾是免税港吗 免税港新加坡都有18% 姑且不说 造谣台湾经济数据问题 标点符号都造假 就太夸张了 但仍然有300多个人赞同的 我就想知道 你们到底有没有脑子呀 难道政府的财政收入高 占GDP比重高 就代表经济发达吗 显然不懂经济学 政府财政收入占比太高或太低都不好 关键看财政收入如何运用 能发挥多大作用 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某国家财政收入占比很高 但是都被贪污给腐败 瓜分了 人们得不到一点福利 您觉得好吗 财政收入是政府的收入 财政收入高 政府的财政政策可以给予更好的支撑 理论上来说政府可以更好的发挥其职能 但财政收入的高低与税收有明显的关系 如果税收很高 财政收入就高 而给予税收优惠的地方 让利于民 把经济搞活 可能财政收入并不高 但不代表经济能力就不强 再者 财政收入如果能运用到合理的地方 可以反过来推动当地的经济 所以除了看GDP以外 主要看人均可支配收入 看看老百姓的收入上来没有 最后就是看民间投资 在总投资中的占比 只有资源向民间倾斜 打破垄断 经济才会有活力 咱们来看台湾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高 恰恰是更多的让利于民 相比于我们大陆基本是完胜 为啥呢 你想想就明白了 再看看这位 我都想吐了 台湾终于清醒了 全世界都在跟着大陆走 不靠大陆还能发展吗 然而就是这种观点 流量特别大 要是小周哪天拿台湾说事 动个小心眼 把台湾说的不好 或者是坏坏的 在大陆肯定能赚翻 可我不缺这个钱 生活没有问题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但从不昧着良心说话 等我做完这期节目 我看看他还在不在线 问问他 台湾不跟着大陆到底还能不能活 有多少国家和地区 目前是跟着中国大陆混的 美国 日本 还是欧洲 还是韩国呢 最后再分享一位吧 因为小周这个暴脾气实在是看不下去啊 虽然我今天有点生病 但还是要讲一讲 这位网名叫流浪狗 他说 了解过台湾和国际社会的朋友 又不难发现 自己问题的独流 当救主 但凡研究过台湾的人 我想也会和我一样 竟然找不出一丝台湾的优点来 难怪某人说 台湾最美的世人 确实出了台妹 也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东西算美了 后面的我就不读了 我就想问 你眼瞎吗 不愧是流浪狗 什么都不说台湾的好 请问自然环境好不好 言论自由好不好 农村环境好不好 城市的细节做得好不好 食品安全好不好 护照免签国这么多 好不好呢 如果把封建迷信 守旧 全都看作不好的话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保护 实话说 真的我们是比不了的 我也不想再举例子 详细的解释或者论证 有时候感觉自己对牛弹琴 但小周就是这么倔 当很多人为了某些快感 夸张 故意说台湾 或者说其他地方 不如中国大陆时 我都会带着一些思考 去查查去看看 回敬一下 虽然力量薄弱 但至少还有点正常的思维 不光是对台湾和台湾人友好 对世界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 当我们大陆人理智和正确的看待整个世界的时候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赞美呢 您觉得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今天由于自己的身体原因 可能声音有些低沉 希望您能理解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